周五的哈哈农夫已经播出了很遗憾 王源因工作原因没有加入到这个大家庭 不过第二期就会及时回归 大家也依然充满期待 正片已经播出了 欢乐不断 但更欢乐的却是在彩蛋与花絮中 节目将王源的采访放在料花絮中 于今日及时上线也算安慰一下 但粉丝没有在第一期看到王源的心 花絮中的内容无比精彩 王源记录了自己夜晚的酒店生活 并回答了记者小姐姐一系列的问题 当被问到最近一次采到新鲜泥土 是什么时候 王源想而回答到随时都会采到走路边 走马路牙子就会采到 听到这话 记者反问 采到的应该是水泥 谁知王源理麻反驳回去了 有马路牙子 可一采到 一点也不给记者小姐姐面子 果然是钢铁之男 而且王源不知道跟谁学了一口流利的东北话 说起来相当溜 因为王源是个大明星 从小出道 所以一般不会出去买菜 他很少有时间去买菜 最近一次去菜市场 还是小说后的记忆了 回忆起买菜的经历 王源很怀念 小说后有同学家里卖牛肉 王源就会去人家家里玩 回家总会顺上一坨牛肉 不得不说 王源可真会过日子 这次去乡下 就靠王源了 看他怎么用节目组给的一点点 前来生活 当然了 在乡下不仅会有牛 有牛肉 还有猪 猪可是王源嘴怕的动物 最怕在乡下遇到的 看到王源怕猪 引起了粉丝的疑惑 之前王源可是给猪洗过澡的 怎么就怕猪了 原还把猪抱在怀里 经过仔细的观察 粉丝发现自称 刚原的他真的是怕猪的 王源嘴怕在乡下遇到这个动物 粉丝找到了证据 在王源的纪录片中 有一期是关于小猪的 当时王源自称叔叔 还要给小猪洗澡 当小猪动的时候 王源被吓得立马跳到一边 当时还以为 王源很喜欢猪 甚至还有人为王源 给这只小香猪打扮而吃醋 结果原来是这样的 王源是很怕猪这个动物的 看来当时 王源也是克服了 自己的心理障碍的 明明很怕 却还是那么用心 又是洗澡 又是打扮的 生活不一样 都是为了生活 乡下都是猪牛 还有急鸭鱼鹅 不知道王源要怎么面对了 都有种隐隐约约的担心了 王源很怕那些动物 尤其是猪 而且王源还在采访中 脑洞大开 害怕乡下有什么奇珍异 受怕半夜有个蛇和他一起睡觉 这个王源不知道他都在想什么 去乡下搞得要去荒野求生一样 看了花絮 还是很期待 下期的节目的乡村 怎么能没有猪和牛呢 还蛮想看王源 遇见猪会怎么向伙伴们求救呢 王源怕猪就和小海怕虫 只是一个性质 但是不知道王源看见猪会不会像大哥一样吓得到处乱跑 不过没事 小源身边那么多的伙伴 会有人出来保护他的 期待 农夫员加入这个大家亭 然后和他的小伙伴开始一段奇妙之旅 结束 ь